本节目由老乐山风景区独家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老乐山风景区独家特约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目由老乐山风景区独家特约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特殊的游客请上来 来 自然的你们俩就站到一块了 越合作你们俩越有感情 这是一种习惯 几位在这里头也待了好几天了 说说对老乐山的感受 这时你看这个风景疑人 而且这个气候也有点 对啊 对啊 这又很深的舞台 对 当地有一句话叫做 坐金顶万物兰 养生还在老乐山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养生法 那说到养生法 就必须说出博大精深的乡村美食 每年的五六月 是樱桃大量上市的时候 不但市场上大量销售 还可到樱桃园采摘 让人大饱口福 但是很多人采摘回去 不仅想直接吃 还想把樱桃做成甜品之类的典型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道樱桃蛋塔 怎么做呢 您可看好了 看看我的秘方啊 蛋清蛋黄分离器 看走着 怎么样怎么样 喝啊 好科技啊 可以吧 我们取下的蛋黄 你看 最简单的牛奶 大概150克 倒进去 然后这个呢 是淡奶油 也是150克 好 搅打均匀 你看这个是糖粉 我们把糖粉 先倒在这个筛子上 左手抖 右手脚 左手抖 蛋塔里边 最难做的一个 就是蛋塔汁 我们要这个蛋塔汁 一定要滑嫩 那皮呢 现在在超市里边 很容易买到 对 好 蛋液里面要稍稍放一点点的盐 哎呀 这是我独家秘方啊 今天心情奉送 放一点盐的目的呢 是为了让它能够 更蓬松 更好 嗯 放蛋液的这个有讲究 大概在 七八成 七八成 好嘞 直接进烤箱 走着 好 放到烤箱里边 慢慢地烘焙 家里边有的筷子 好 樱桃 可以吗 哦 达筷呢 比你去的这个还要完整 我们这个樱桃呢 就稍微用糖稍微的腌漬一下 让它腌出一些水分来 那樱桃的颜色 也会更加的艳丽 这就是一个甜蜜工作 蛋塔好了 哇 正宗的不是蛋塔 独家秘质 就是这种 带着焦糖香味的这种样子 是啊 这种焦糖色已经出来了 好漂亮 来 现在我们就放入 我们的小樱桃了 我们轻轻地往上点 下面这道点心 小朋友最喜欢 又有树的造型 还有各种水果的美味 它就是我们隆重推荐的水果树 这个虽然今天这个切法啊 稍稍地有点浪费水果 但是为了实现 我小时候的那个梦想 好 你赶紧切 赶紧切 我们就可以把它切出 给你娘娘造型来 厚一点 厚一点 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环节 是一个游戏的名字 叫切水果 你看 我让我们周大哥干的 这都是技术工作 现在咱们把您觉得好看的 这些水果 我们都给它挂在这棵树上 好吗 好 打樱桃 来 这叫红韵当头 我们在冰箱里面 已经冰过的酸奶 这蜂蜜 再做点效果出来 天哪 这是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 我小时候有个大闹天空的梦想 但是味道肯定是好极了 哇 你那成仙了 西瓜是所有水果中果汁含量最丰富的 号称瓜果之王 休息之余来上一块冰爽的西瓜 那叫一个痛快 今天大厨就先教您做几个西瓜点心 让你好好在亲朋好友面前露一手 首先是一道孩子们特喜欢吃的西瓜果冻 西瓜果冻共分三大部 第一部叫五彩斑斓 首先西瓜挖球 其次 迷糊桃切片 当然也可以偷个懒 橘子嘛 就用罐脱得了 最后 菠萝切块 各色水果配齐 当然大伙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随便放自己喜欢的水果 想吃啥就放啥 西瓜果冻第二部 穷江御叶 这是粉条 No 鱼翅 你想多了 这叫穷汁 穷汁 穷汁 海藻中提取的多糖体 果冻的主要原料 它就是这个幻化神奇最重要的部分 烧一锅开水 把穷汁放在里面 它过一会儿就会融化的 很快这个穷汁呢 就会融于水 让它完全地化掉 融化掉 我这里面呢 只加糖 其他任何的调味剂啊 任何添加剂都不会加的 想放多放少都可以 随自己 不需要放特别多吧 不需要放特别多 因为我本身想吃水果的 那个清甜的那个味道 它本身的味道在里面 已经能够看出了 它这个穷汁这个粘稠的感觉 对 然后再把剩下的穷汁 剩下一半 交进去 拿这种充满了心意 和创意的这样食品 分享给家人的时候 那种成就感 我跟你说 哎呀 美极了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装好的果冻 放入冰箱冷藏 一个小时后 轻盈剔透 清爽美味的西瓜果冻 就做成了 我觉得你手里面 就像拿着一件艺术品 怎么样 这西瓜果冻不错吧 不过这仅仅是一道 开胃点心 接下来 就是好大厨推荐的 红袍玉带脆皮虾 那首先呢 咱们在中间开一刀 把这个虾线去掉 贴着它的厚的部分 红着再来一刀啊 一刀划到底 一是炸出来 它的外形好看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呀 它这个预热比较均匀 而且能快速地 让它成熟 它是成一个花的形状 而且这样炸出来 它也没关 对 为了让这个虾的口感 吃起来更加脆爽 咱们用一些冰块 通过这种方式 让这个虾有一个 迅速降温的过程 通过这种冰水的浸泡 我们会看到这个虾肉 你看 它的颜色 而且包括它的质地 真好看 你会发现它已经很透明了 咱们在炸虾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的水分 充分地把它吸干 这锅你看啊 只需要在淀粉里面 打个果 轻轻的 你看就非常均匀地将这个 真的耶 电粉 裹得非常均匀 咱们只需要将虾放在里边 轻轻地蘸上淀粉 那咱们在炸虾的时候 这油温非常重要 对 一般要挤成熟 比较好 这油温最好是控制在六层热 让那个虾尾朝上 你看 只需要这样 虾尾朝上 这样啊 我能扔进去 不错 这样它出来就是卷的了 出来就是卷的 随着这个油温的升高 咱们可以看 这个虾球已经 非常的漂亮 直接就是虾球了 那前期呢 咱们只需要是 给它有一个定型的过程 虾完全都定型之后 捞起来 这会儿要干什么 要升油温 哦 复炸 复炸 那咱们第一遍炸呢 目的就是让它定型 二次复炸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它里面 多余的油脂 把它排挤出来 下锅 你看 下锅之后 马上就翻起来 这种大的油光 不炸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 二十秒到半分钟 左右的时间 这种炸虾的方法呢 可以最大限度地 保持这个虾的口感 还出更多的油 对 那这个虾 基本上就炸好了 这虾球漂亮 漂亮漂亮漂亮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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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酒下锅之后 咱们可以看 这个辣椒的颜色 会发生着变化 清水 因为这辣椒 有一定的咸度 所以只需要 一点点的食盐 一点点 一点点的食盐 白糖 酸甜口了 酸甜口 所以糖会放多一点 对 哦 辛苦 好 另外 还有就是醋 大火烧开 水淀粉淋入 我们看到这个酱汁 慢慢 我觉得这个酱汁 跟虾包裹在一起的话 肯定很棒 最后将冰冻西瓜球 一同摆到盘中 红袍玉带脆皮虾 就做成了 秋天 是丰收的季节 面对琳琅满目的水果 我们也亮亮我们的厨艺 给家人一个惊喜吧 本节目由 雀山老乐山旅游度假区 特约播映 乡村美食 水果料理 你看 是是 你这看半天 这水果料理 这么个天 给我们料理 你来点 来点 对 整点 水果料理 想吃是吧 对 截着壳也行 截着壳也行 好 今天咱们其实还真没有水果 但是 但是我觉得 接下来的游戏 一定会让你们倍感凉爽 雀山有一个什么美誉呢 叫 叫中原门都的美誉 这个地方门产业 非常的发展 在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呀 开门 见喜 是吧 对 所以你说它这个地方 是门产业的 这样一个胜利 而且在这里呢 是开门见山 有山有喜 开门有喜 两队分别派出一名队员 与九位女孩 分别站立在石膳防盗门后 同伴每次选择一扇门打开 直至找出队友 选择次数少者获胜 我们现场选择九位美女 谁觉得自己长得很水灵的 您就往这来 就那么不自信吗 你看那姑娘 上来啊 漂亮漂亮漂亮 来确实很水灵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来 还差三位 来 好 好了 现在九位 我们雀山级美女 已经走上来了 好 现在十位美女 请你们 走向门后 开门进去 开门进去 孙云龙 一辈子 选美的机会 就这一次啊 你先说几号门 然后你开门过去 把门开开 六号 我先开六号 六号 很紧呢 那你看 说不定了 小潘就在背后 潘谁 不是怎么还得浇嘴的 确实有洗啊 什么叫洗啊 财啊 水就是财啊 那有财还不是洗事吗 感情就洗 是洗脸的洗啊 不是 猜错了 是网中泼水的啊 不好说啊 第一次是泼水 第二次泼什么 不知道 这不 不知道啊 好 给你第二次机会 二号 二号 开门 叫着我了 第三次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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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赏太贼了 这也不是 七 九 这姑娘 里面这姑娘太聪明了 会找人了 我一开门我没看着水 我就试了 这也太好了 我崩溃了 四号 我来了 三 二 一 这是一点水都没浪费 一点水都没浪费 这一点水都没浪费 我想问一下 刚才是载又没看清你挨 这有点冤 美女还没看清 还挨了一头 风头一盆水还 我还剩八十五 八五 三 三 猜几号 一号 一 二 三 开 三 追出来 这还得撵着哥呢 那喜不给你能行吗 绝望了 绝望了 我真绝望了 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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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这把够聪明 选的十号 他进的九号 九号的固定肯定没想这事了 五号 攀陈 我不会这么点位吧 我能挑到最后一个门市 难道 三号 耶 好 祝贺你 祝你再倒数第二次 那个 拥抱一下吧 拥抱一下吧 给你今天拥抱一下吧 好 好了 赵亮先生 选美女大点 开始 来 我 现在去 二号 不是 不是 现在 我找三号 不是 还是不是 不是 我们没看清啊 要看清啊 我们必须看清是不是 你得看清啊 那你不行 你这也开门太快了 对不对 朋友们 我们现场 虽然前面那两个都摆一摆不错 啊 对 什么俩不错 因为我们 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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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我的意见 同意 你看他投影我的意见 因为你太快了 大家看不清 他刚才拆的那个一号三号门 咱们换一下啊 好吧 开始吧 走 五号 五号 五号的姑娘啊 你要准备 啊 差点一十二秒了 为什么 差点把我给烧上了 为什么 十二 七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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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漂亮 全让你给交的 都说姬阳还是老的辣 看来是后浪推前浪 好 这把精神了 加快 来 加快 五号 七号 六号 这个算你躲得快 大军师五下就必须选 五 四 三 三 三号 躲得真快 躲得真快 继续 七号选过了 十号 我选九号 孔阳 知道什么叫追出来吗 我还是二号 这姑娘 葛丁董 葛丁董 大了 姑娘 我就不信 好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我得一 十号 一 四 太大了 像你跑得快 像你跑得快 四 二 来 八 吓死我了 哇 哇 哎呦 哥 哇 哎呦 哥 哇 哎呦 哥 哎呦 哥 哎呦 哥 我在后面被他们挡住了 哎呦 哥 哇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 哎呦 哥 哎呦 哥 马上香村美食 香村美食马上 平山县地处河北省西部 这里不仅有北方桂林之称的天桂山 太行山绿宝石之称的土梁山 还有更让吃货们难以忘怀的素食小吃 平山爬高 首先在锅内烧开水 然后倒入桥面 反复搅拌 水分煮干后 再用小碗将煮好的桥蔓面盛出 放在竹板上摊平 等到完全冷却后 再切成小块 搅上麻酱 酱油 醋和蒜末 搅拌均匀后 就可以食用了 湖北省新山县 有一种特产最为知名 那就是新山人用巷子烹饪出的巷子豆腐 巷子是栗树的果实 外壳坚硬 形似残茧 故又称栗茧 每年秋天 人们将巷子采下晒干保存 等想吃了就取来去壳 用清水浸泡几天去掉它的苦涩 然后用石墨磨成浆 过滤去渣 把姜汁按比例放入热水中 不停搅拌成糊状 但冷却后就变成了滑嫩爽口的巷子豆腐 两干的巷子豆腐用温水泡发 配以腊肉烹饰 给人别样的感受 广受游客的欢迎 四川省月池的黄龙贡米远近闻名 而用贡米加工的水米粉 已经成为月池人生活的一部分 水米粉一般是半夜做早上吃 米粉压制出来后不用晒干 就泡在冷水里 吃的时候直接从桶里捞出来 然后放到开水里烫 烫好之后加入羊肉和鸡炖的高汤 再放些调料 当然调料中必不可少的 要加入一大勺红油 越吃很多人喜欢浓烈的味道 吃上一碗加了红油的米粉 一天都感觉有精神 浸染金黄 叠拼成震撼心灵的丰收之美 用梯田里盛产的有机米做成的豆腐 是游客必尝的美食 脱去金黄色外衣的紫雀界有机米 不只是单一的白米 还有红米和黑米 大米经过浸泡磨浆 形态发生了根本改变 一口农家大铁锅 火力鲜猛厚弱 石灰水在搅拌中慢慢加入 大米又一次发生变形 热力和石灰水的共同作用 使米浆中的蛋白质凝结成胶 装入特制的容器后 大米最后一次发生变形 这就是当地名吃米豆腐 因为白乎乎圆滚滚的身材 被当地人称为百丽猿 当地人选择将它们与泥鳅配在一起 以黑以白同一块土地上的不同食材 充分展现了紫雀借人尊敬自然感激土地的心态 说起广西金秀的美食 那就要数着笋酿让人沉醉 但要亲手制作笋酿可不是个简单的活 光食材就要准备十几种 除了竹笋之外 最重要的食材还有这香糯的大米 制作笋酿工序非常复杂和讲究 野生香菇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泡制 竹笋要用竹签一一划开 竹笋也必须要用竹签一一划开 竹笋签 竹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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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但是味道醉人 大家围坐在一起 热热闹闹的欢乐气氛更是让人沉醉 我有句老话叫做人要脸 树要皮 树要皮 人要脸 树要不要皮 必足无疑 人要不要脸 天下无敌 米面变形剂 这口水我看都要出来了 赶紧吃吧 是不是可以吃了 你这两天其实也吃到了 你看咱们去分的两本好吃了 你们想吃吗 当然了 真想吃 但是想吃东西没那么容易 你能不能吃得到要靠本事 那么接下来我跟你说 可别说我没给你们安排 能不能吃到就靠你们自己 这个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 人要脸 树要皮 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游戏呢 我说句实在话 想要吃这个花生米 这是咱们雀山的 想域海内外的雀山花生米 不是一般的花生米 我跟你说 这个花生米那真是 我跟你说又香又脆又酥 所以要想吃到这个花生米 就得有点不要脸的精神 穿模吃花生 两队队员分别用头穿过十个保鲜模框 用筷子取食盘中的花生米 每次一粒用食短者获胜 来 准备好了吗 好 来 准备计时开始 我说这个所谓不要脸的精神 明白啥意思的话 不要脸的精神 这个找着感觉了 它只寸劲了 这叫什么叫形象的进毁 这个不太难了 这个太难了 最后一个 这保鲜膜的质量多好啊 走 就得看出了什么叫做艰辛呢 为了这口吃得太不易了 加油 还有六个 四分零八 四分十八 好 就看你们两位了 四分十八秒 我俩是谁不要脸 谁不要头 他必须得把那个 他头上那个神器拿下来 这个应该留一个放中间 这时候你不能留了 留一个放中间嘛 天线没了宝宝 记住我的名言 实力助就经典 王者绝非偶然 好 准备好了吗 好 准备好了 计时 开始 好 这绝对有自强形象 你看 哎呦脸在吊着 好 憋着 他说憋着 上来 宝宝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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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舌头 那够子聪明的可以啊 最后一个 他自己也用了一分三十 七秒 好 好 他把这后边伤着了 加油 树要皮 人要脸 树要不要皮 必死无疑 人要不要脸 天下无敌 老伴 时间 碰到一个奶奶 这次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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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还有 还有时间的 有时间的 好 好 三分二十一秒 这个环节 宝不对 获胜 这个环节 你们能赢 还真的挺不容易的 你们两个队 我觉得还都是很 很费力气 当然了 这个确实 你们表现得 太棒了 我决定 用极品菜 靠好你们四位 灌热 我 我 我 灌热 我 灌热 灌热 牛肉的第一步 是包牛骨汤 牛骨汤 加加包裹 可是下大厨的办法 有两个 与众不同 这个骨头打开以后 它这个骨髓 才能完全的 煮到我们这个汤里边 那我已经提前 烤了这么一块 里面有洋葱 好香啊 闻到香味了 烤制的洋葱 和这个牛骨 已经烤得焦黄色 这样的话 它的那个味道 尤其是骨髓里的 这个味道 更好融到这个汤里边 牛骨头汤做好了 那么炖牛肉 该选什么部位的肉呢 这可有讲究了 那我们选择的是牛腩肉 这个肉呢 它里边是筋肉油 相间 没错 那把它切的块呢 稍微的大一点 那像这个肉块 它一会收缩以后 就像我们的这个板栗大小 牛腩需要下锅炒制 怎样既去腥又特别香呢 下大厨有两个绝招 第一招 牛油炒牛肉 通过这种牛油的煎制 让它收缩 把里边那种 牛肉有可能存留的 那点牛山味 给它炒出来 牛肉在牛油中编制焦黄 倒入烤好的牛骨汤 接着下大厨使出第二招 白兰蒂酒 好了 你放白兰蒂 白兰蒂酒给它 挥发 让这个酒味带走牛肉的这种腥味 别忘了 放四五片的香叶 白胡椒碎 我们往锅里边注入清水 那让这个牛肉和牛骨 包括香料一起泡 慢慢地去煲煮 门罐牛肉的搭配食材 是蘑菇 土豆 胡萝卜 不过它对形状有要求 那在这个鹅餐里边 非常讲究这个食材的造型搭配 蘑菇是栗子形 那其他食材呢 我们也要把它变成栗子形 基本上我们让它保持 这个形状上的统一 把这个土豆呢 也给它挖成球 怎样让土豆 胡萝卜 变成球 记住了 它叫挖球器 有了它 您在家挖个土豆球 水果球 冰淇淋球什么的 太方便了 看看我们的成果怎么样了 哇 包括里边的这些牛腩肉 已经是比较酥辣了 没错 把汤和牛肉分离 把这个牛肉呢 放到小罐里 罐上刷上蛋液 往外面刷 你这不是浪费吗 那它是有作用的 它是要让我们这个罐 和这个酥皮 完全地接在一起 这样啊 给它粘上 粘上酥皮 好 那咱们把这个 装好的这个罐 放到烤箱里边 让它逐步受热 见识了具有欧式风格的灌闷牛肉 下面再给大家推荐一道 鲜香咸辣 特别下饭的家常菜 回锅肉 回锅肉 一般人都会做 但是要做出与众不同的好滋味 那还真不容易 要做好菜 首先要选好食材 回锅肉对选肉 尤其讲究 必须是靠近后腿的那块二刀肉 这个肥瘦 它是很均匀的 一半一半的 回锅肉的第一步 是加上葱蒜煮肉 可是这煮肉有一个讲究 您知道吗 回锅肉咱们都知道 它是什么呀 有一个二次回锅的过程 所以咱们在煮这个肉的时候 千万不能把它煮到什么 十成熟 但是这个肉 咱们煮到什么火后呢 六成熟 那怎么它能判断六成熟呢 这个六成熟 真的我们来讲是一个难题 非常的简单 我们见见一下 拿这筷子轻轻插进去之后 拔出来它稍微冒一点血水 一点点血水 对 六成熟呢 然后放在这锅里边 借助它自然的 借助它这个汤的 原汤的温度 盖上盖 浸泡10到15分钟 让它达到8到9成熟 回锅肉的传统配菜 是姜和青蒜 可好大厨的独家配菜秘方 却是芽菜 芽菜它有一个脆的口感 对 和这个肉正好相得一样 肉是比较软的 然后咱们这个回锅肉 最主要的是什么呀 调料 豆瓣酱 甜面酱 豆豉 这三样是不能少的 这个肉呢 咱们要给它切成 薄厚均匀的片 片 这个片呢 基本上咱们就是什么呀 给多厚合适啊 半个硬币的厚度 你看 基本上是这个厚度 多烧肉 只需要一点点的底油 因为什么呀 咱们这个肉 一会儿它还会出油 没错 对 你看咱们通过这个煸炒啊 微微的什么呀 它卷曲了 对 是吧 那证明这会儿呢 这个肉基本上煸炒的这个火候就合适了 因为这个肉不能煸得过老 过老之后这个肉什么呀 吃起来就会发硬 很线 对 豆瓣酱下锅 这个增色啊 对 不仅仅是调味的 增加它的颜色 你看整个的现在这个呈现都不一样 这会儿咱们就可以将这个芽菜下锅一同煸炒 甜面酱 甜面酱 就能看到里面 一定不能少的就是甜面酱 哦 那就是甜面酱 豆豉 这个豆豉一下去之后 你看这个颜色 发生明显的 不多 因为豆豉比较喜严重 对 接下来依次加入少许的料酒 酱油 白糖 青蒜 辣椒 颜色就瞬间丰富了 对 好了 出菜 哦 精盈剔透的肉片 鲜辣浓香的酱料 好大厨的回锅肉 绝对是下饭的首选 介绍完家常菜 再给大家推荐一道特别的菜 之所以特别 是因为这道菜的食材 那是绝对的特别 不信您看 就是这拥有世界第一大鸟称号的 鸵鸟 用鸵鸟做的这道菜 名字叫极味双蒜 鸵鸟扒 主料除了鸵鸟胸肉 还需要大蒜 黑蒜 发柜等配料 让这个鸵鸟排呢 鸡肉放松 这也是如何能让一些肉质比较粗糙的食材 变得口感细腻 把这个敲击好的这个鸵鸟排呢 先收起来 我们准备一个打碎鸡 主要是我想榨取蔬菜的汁 好 那我们把这个所有的香料都打成泥以后 这些味噌浸泡鱼 今天的另外一个主角 黑蒜 还有一颗咱们普通的大蒜 它不是长出来就是黑的 它是鲜蒜 然后再放在这种饧发箱里边 要60到90天 好 我们把蒜切好以后 把这个法棍切成斜片 不要太厚 我们把切好的这个黑酸片 摆在这个法棍上面 上面再均匀地抹上黄油 黄油慢慢地把这个蒜色 浸入到这个面包里边 好 我们往铁板上面放入一些油 铁板分两个位置去使用 那我们先在旁边 不是特别热的地方 先去烘焙我们的这个法式面包 好漂亮 我们往铁板上放入鸵鸟排 这些人做这个生命啊 这个生命啊 这个 哇 漂亮 铁鸟排 已经有一些的焦色 那在这个时间段呢 我们也是在板子 相对来说温度低一些的地方 把这个橙子煎啪一下 包括番茄 你老子 然后当它现在已经将近7.5成熟的时候 真精确 真精确 是吧 再会给一会儿 哇 对 咱们通过一个炙烤达到了8成熟 就差那0.5啊 没错 这一块这个最后一个炙烤也相当的重要啊 我们准备 那我们把这个蒜片煎熟以后 随意的摆在盘中 放入一片橙 你看红黄绿酥 放入一块鸵鸟排 摆入健康的芦笋 很雅质 还有我们的罗马番茄 酥脆的法棍 黑椒酱汁 哇 协意啊 眼前这些色彩艳丽 体型柔美的小生命 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对了 这也是尼丘 尼丘编译成红色 的确少见 产生的概率只有千万分之一 红色尼丘 现在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红丘 红丘背更宽 尾巴更大 因此活动量也大 肉质更加紧实美味 下面这道菜的主角 就是这种漂亮的红丘 好大厨要用这些红丘 做一道四川名菜 梅山红丘 煮意了 大厨开始做了 这也是给它再次去一下腥味 对 再次去腥 这个羊肉也和这个鱼肉 拌在一起 加入少许的生抽 白胡椒 也可以进一步去腥 对 进一步去腥 皮鲜豆瓣 蒜蓉辣酱 辣粑豆 你直接将这些酱料 调进来 一些干淀粉 进一步让它滑嫩 加上几滴葱油 提香 这个鱼肉 咱们就腌好了 腌好了 直接将蘑菇上到板上 这不行了 嚷死了 这个蘑菇基本上 现在已经完全成熟了 这会儿咱们可以把它取出来 备用 咱们加少许的底油 这会儿咱们要加入什么呀 五花肉 将这个五花肉充分的煸香 就是把它油脂烤出来 对 把它油脂煸炒出来 这个肉咱们煸到它土油为止 这会儿咱们可以放入 姜 蒜 提香 可以看这个五花肉 基本上已经完全的煸干了 那这会儿就可以下入冬菜 这会儿你可以闻到这个冬菜 非常浓郁的香气已经出来了 烹入少许料酒 好 烹入料酒之后 这会儿咱们要把这个鱼汤 加进来 大火烧开 已经开锅了 开锅了 开锅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将这个煸好的蘑菇下锅 让这个蘑菇的味道充分的浓入到汤当中 咱们就可以无间的 将这个羊肉 还有 泥鳅条 泥鳅条 我还以为你会炒呢 汤都是辣的 这个鱼 现在基本上已经完全熟透了 那这会儿呢 咱们要加入几滴的香油 三四滴的香油就可以了 那青笋丝直接垫在盘底就可以了 好漂亮 怎么样 这些美味大菜您都学会了吗 赶紧到厨房去试试吧 这个雀蝎古时候被人称为是狼鳞一宝 它是以个儿大品种优良 药效捉住等特点 这叫香半叶 不好听的名字 香半叶 本节目由雀山老乐山旅游动家区特约播映 像我这比较矜持的咽一口口水 吃饱了吧 我也没吃着了 想吃吗 你真给吗 上菜 不是 这也不是什么极品菜呀 这也更像人的 你看这个好说的 这就是极品菜 恐怖美食大比拼 两队分别自行杖勺制作雀山交扎香半叶 交扎全心 由观众品尝评定获胜方 我们来看一看 你看赵廖老师 已经开始翻铲子了 赵老师他 这个食材是什么呢 大家看 蛤子对不对 但这不是一般的蝎子 这是什么蝎子呢 这叫雀蝎 雀山的蝎子简称雀蝎 这个雀蝎古时候被人称为是狼龄一宝 它是以各大品种优良药效捉住等特点 而驰名海内外 雀山全蝎食用 药用历史悠久营养丰富 经常食用 还有预防疾病增强免疫力和抗衰老的功效 就是咱们的雀山雀蝎 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个对 这个很吓人 这个看 熟了 大家看到了吗 大家看到了吗 这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一种虫子 这叫香半叶 多少听的名字 香半叶 香半叶 这个香半叶 其实就是一种天牛的幼虫 柳柳虫的叫天牛 天牛的幼虫 含有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 泡物的成分 具有核穴化于通筋的功效 味道十分的鲜美 有吃一只香半叶 吃两只香一天的说法 顾俗称香半叶 现场的朋友们 想不想上来品尝一下 我们组成一个临时美味品评团 小姑娘三位 还差两位 最后一个 好了 五位 你们现在就是评委 美食评委 我得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菜 我得介绍一下菜 那现在咱们先听听赵老师 怎么介绍他这块菜 首先呢 平菜呢 有七个标准 色 香 味 情 气 意 氧 意怎么讲 意思 这道菜什么意思 那好 我这都有啊 咱们从这开通头开始 颜色 看吧 首先第一个 咱们这个 外焦里嫩 火候恰当 外焦我们看着里嫩不知道 一会你尝试到 香 味道一会尝 行 菜行 给蝎子 摆了一个 这个行 这个行呢 就有意思 什么意思 对吧 什么意思 这叫蝎子开会 是一道休闲菜 它的菜名叫 歇会 好 我们接下来进入品尝阶段 好 来 来 五位评委 一人拿一只 对 真的是很棒 眼睛一亮 好 加这个了 我这个菜稍微有点升级 是五香 而且这是焦香的话 我故意给它炸的稍微有一点透 吃起来应该特别的脆 好 你看人家都说好吃了 是吧 好 五位 这有什么特点 这个特点个大 掌声 大哥你回去吧 大哥你可以回去了 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炸的时候 它没有那一个好炸 这个比较厚实 或者它炸的时间 给蝎子炸的时间 一样长 它肯定没有蝎子的时候 口感好 但蝎子时间再稍微长一点 它的口感更好 可以啊 我是咱老洛杉的一名蝎子 蝎子 蝎子 我从小看着赵老师 赵老师天子小大了 对对对 咱实事从事 对对对 这是要奶爸 你练没练过 这是真功夫 我也喜欢吃这口蝎子 那还是要举一下手 同意啊 咱们这个 胶闸 玄蝎的 请举手 一 二 三 三票了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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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票对两票 也还 说小叔 那接下来 其实我觉得 乡村食材 因为五花八门 形形色色 所以各种特色的宴席 更是让人意想不到 来 接下来我带你们去 吃吃全国 其他地方的乡村美食 好不好 好 好 来 说走就走 眼下正是幼子 陆续上市的季节 重庆市丰都县三元镇的柚子 正好赶上大丰收 按照当地的习俗 谁家收柚子 乡亲们都会去帮忙 而主人 必须要用柚子宴 来招待大家 这柚子宴 还是头一次听说呢 这柚子到底能做出什么大菜呢 赶紧瞧瞧 那除了柚子还要采吗 采叶子 叶子就在下面去了 还要采叶子啊 啊 柚子树的叶子啊 啊 柚子叶在平时是用来祈福消毒的祥瑞之物 过年时 人们还会拿柚子叶洗澡或者洗手 表示除旧迎新 现在占柚子叶 是因为它还有去火清肺的功效 要拿它炒菜吃 除了柚子叶炒牛肉 你看主人又用叶子皮来蒸蛋花 把柚子从中间破开 把里面的柚子肉挖出来 再把鸡蛋搭好 加水加调料 搅拌均匀 倒在柚子皮里进蒸锅就可以了 不一会儿 主人就像变魔术一样 满满的柚子叶就做好 有柚子叶炒牛肉 柚子肉炒鱼 柚子树枝炖肉 柚子皮蒸肉 柚子皮蒸蛋花 原来柚子可以吃出这么多花样 怎么样打开眼界了吧 今秋时节不光柚子丰收了 湖北依林的柑橘也丰收了 黄橙橙的柑橘挂满了枝头 沉甸甸的果实压忘了树枝 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来依林看橘吃橘一定不能错过柑橘燕 究竟这柑橘燕有哪些亮点呢 赶紧去看看 羊肉经过爆炒之后变得鲜香透亮 橘皮和羊肉的结合会产生哪些奇妙的变化呢 香菇白菜一道普通的家常菜 黄色橘皮丝的加入 瞬间赋予这道家常的美味 有无限的可能 梨汤里放入肉丸和橘囊 不可思议的搭配 无法想象的味道 小小的柑橘给金秋的衣林带来了甜蜜的喜悦 丰收的味道 而独具创意的柑橘燕 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招牌菜 也成为打造乡村旅游的特色名片 广西溶水一年一度最为热闹的卢生斗马节 正在上演 除了看千人共舞 溶水斗马之外 溶水在吃上还有一绝 那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这就是长桌宴上的苗家烤鱼 苗家烤鱼对食材很有讲究 这鱼要专门取自当地元宝稻田里的荷花梨 每年稻田插秧时 村民们就开始把一桶桶如手指般大小的鱼苗放入稻田里 到了九十月份 待到诺谷变黄 芳香远溢时 长大后的荷花鱼也是最美味的时候 这时村民开始下田捉鱼了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还不错吧 够咱们吃一大顿了 食材准备好后 把鱼按大小 从下往上一条条夹在南竹上 形成一排排之后 就可以展现神奇的苗族烤鱼了 穿起来的鱼儿就这样放在火上 来回翻动几下 将鱼儿烧直了以后 再固定在火旁慢慢地去备烤 这种不去鱼鳞和内脏的烤鱼方法 就是溶水第一局 鱼被烤制得滋滋作响 水分渐渐烤干 鱼身慢慢地变得金黄 香飘四溢 半小时后 鱼终于烤好了 而庆祝秋收的长桌宴 也即将上演 十二道洞家美食 正在新鲜出炉 竹笋炒肉 粉蒸肉 酸鱼酸肉 溶水香鸭等一道道菜肴 让人垂涎欲滴 二十二米的长桌 一字排开 一百多位游客和当地村民 同吃一桌农家饭 共饮一坛糯米酒 欢声笑语 其乐融融 山东省四水县 有一位百岁老人 每年过寿 家人都会为他 张罗一次别具一格的寿宴 百岁老人的寿宴 那讲究可大了去了 鸡鸭鱼这是标配 暂且不说 但是有两样菜 您看了后 一定得吃鸡 不信你往下看 首先是这个 比长寿面还长的 一根土豆丝 我先轻轻拿起来 你看孔哥削的 这个土豆皮 这不是土豆皮 这是土豆 我觉得要是放个书在这 应该都能透字了 应该可以 厨师做的这 看比长寿面的土豆丝 不仅好吃 也涂个新鲜和吉利 可消好的完整的一根 土豆丝 到底有多长呢 并要跟这样 慢慢烧 这把掶了 indifferent 将这长寿土豆丝 放到锅里 过水煮开 再调上醋汁 加上大蒜 就打工告成了 既可以当菜 又可以当主食 您说 稀奇不稀奇 不过下面这道菜更稀奇 叫石头炒鸡蛋 我们经常看到 西红柿炒鸡蛋 青椒炒鸡蛋等等 但这里的人用石头炒鸡蛋 不会是糊弄老兽兴吧 因为这个鞭石用油炸一下 炒出来的鸡蛋松软可口 对 因为鞭石用油炸一下 里面的微量元素可以释放 炒出来的鸡蛋松软可口 所以老人家吃比较好 因为少油这样的话 很清香又很营养 油也比较少 原来这炒鸡蛋的石头 可不是一般的石头 它叫鞭石 当地人认为 这种石头既能治病又能养生 平时连喝水喝酒 也往杯子里加上几块 怎么样稀奇吧 终于开饭了 男人喝酒小孩打闹 上百人聚在一起 涂的就是个热闹 而无论是这别具一格的寿宴 还是儿女的欢聚一堂 都是为了让老人健康开心 我们也衷心祝愿这一大家子的人 永远幸福美满 如意安康 本节目由雀山老乐山旅游动家区 特约播映 现在是真饿了是吧 我自己都说 我自己忽悠了你们好几期节目 都不相信你了 这次是真的 不可能 我真的让你们吃一顿 老乐山养生宴 吹嘛 上老乐山养生宴 没准就熟悉是什么 稀奇古怪的董燕燃厨 对 四位朋友 这次相信我了吧 谢了 谢了 我们雀山确实有美食啊 对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雀山凉粉 这是鸿焖野猪肉 这是博山湖松针野生鱼 这是香辣残涌 这是雀山紫薯麻团 这是巴黎闷土鸡 这是椒岩石爪蝎子 这只是雀山老乐山养生宴的冰山一角 这还有N多好吃的 能吃吗 开始吧 这几比较急道菜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奖 面对你们四位这几天的辛劳 真的让你们好好的美美的吃上一顿 好 那亲爱的朋友们 电视节观众朋友们 我觉得这次到雀山来真的没有白了 在咱们雀山说实话 雀山美食已经真正的成了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咱们雀山的广大农民朋友 也确实靠着我们雀山这方山这方水这方美食 腰包变得鼓鼓的 生活越来越幸福 明年我们祭天乐 再来雀山好不好 咱们2017年雀山我们就一定会再来的 朋友们再见 再见 做好准备啊 你确定要投套进去吗 变异游的时候 好 一二三 加油 大家鼓掌吧 顶住 冒泡了 腊头带着草木了 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